好,对于非字母空间中呢 我们就大概介绍这么多 那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关于我们函数输入参数中 地址传递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我们该如何把这样的二一性 或者三一性 三一性咱们怎么区分一下 也就是说以后呢 我们不管是设计函数也好 还是去读别人的函数声明也好 那么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指针类型 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很快速的定位 它的功能是什么 好,那我们先看 先看第一个2.1 指函数的那个空间呢 我们一般来说都已经给大家说了 就是Const 也说指针中啊 我只要看到Const这样的一种修饰 那我们应该说百分之百都认为是什么 是空间的看 空间看 应该是空间 应该是空间 因为你要传个星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普通int 你就传一个int值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看到Const修饰星的 一般来说只是为空间看 就是你去看修饰一下 那不管是制服空间也好 还是非制服空间也好 那么只要加上Const都是为了看 那如果是第二部分 就是为了上那个反向修改的话 反向修改的话呢 那我们要分了 因为制服空间和非制服空间不一样 如果是制服空间 八九不离死都是恰尔兴 恰尔兴就看到恰尔兴第一个反应 哦我们是一个制服空间 而且呢被改了 那就是说 你拿了拿给他的可能是Hallward 函数一返回过后可能不是Hallward了 可能是个别的空间 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一种方式 那之前我们的有个作业就是给大家一个制服串 对吧 然后把这个制服串的空间怎么的 的空格删掉 那么这种作用其实就是我们什么一个地址传递的个问题 好 那第二种 那么制服空间这样 那非制服空间呢 就是VUID型 VUID型 就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通过VUID和恰尔兴来区别这个空间的属性问题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因为没有Cons的修改 所以这两个地址都代表什么 反向修改 就是你我绝对不保证 你之前给我的什么 我返回过后还是什么 不敢保证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语义 那么但是这个修改呢 跟上面这个修改 就容易搞混淆 因为上面这个修改呢 我们更多的是对一个词修改 比如说我们 我们那个sweep的函数 交换两个数 我们是不是也要传int星和int星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你传int星啊 或者是什么shoot星啊 对不对 或者说什么long星啊 或者什么float星啊等等 是吧 那这个修改跟我们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了一个空间吧 咱们就按照int来说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函数是这样写的 Vuid fun int星p 假设是这样写的啊 那你说这个函数名给你 给你是不是有 第一个有个奇迹性感觉什么 我能不能这样做 我先申请一个buffer int的buffer 10个 然后呢我掉你的函数呗 掉函数什么 掉buffer函数不就ok了吗 你看这样的时候 就把buffer的空间交给fun 然后fun就可以处理了 是不是 好语法上确实没问题啊 那第二个东西说 不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写int A我申请一个字节 对不对 然后fun呢 我把这个A啊 原来我也不知道 原来可能等于10 对不对 然后A呢我把交给你 交给你过后A可能就变了 我再回过来头看 哎呀肯定就怎么的 有可能就不等于什么 10了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两种想法 那哪种想法对呢 那我们说由于啊 我们在之前内容中 已经提到过 有个view id 来代表非直播空间 那么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buffer 是不是就代表 我们非直播空间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想把这个空间 整个int空间 都交给这个函数 去处理的话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 把这样的函数声明 写成什么 Vuid 性 而不再是简单的硬特性 因为你写成简单硬特性过后呢 你首先来说 只是告诉这是个指针 但这个指针访问多大 我是并没有告诉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种写法本身就有它的问题 所以说为了 跟我们的第二点区别 和第一点区别 我们就这样来统一约定了 修改没问题 但只要是内存修改 我们统一全部用Vuid 这也是我们系统标准 都这么做的 但如果是只是一个普通的 int值的修改 那好了 你用int型 shoot型 long型 flow型 带什么 带类型值的 那么我们认为是 是只为某一个值的修改 而不是空间的修改 所以这个呢 大家以后再看到这样的声明的时候 你一定要理解成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值的修改 而不是整个int空间的修改 因为它带的是什么 是一个标准类型 而不是还是Vuid类型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关于那个地址传递 所需要的一个作用中的一个什么 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那么课后呢 大家就把我们提供的一些练习题目 大家把它做一下 然后重点还是要看这个函数声明的一个实现方式就行